我接下来要教你快速填入 既然他都已经讲了快速嘛 那代表一定是很快的 首先我先多创造几个地址 例如说十个好了 新北市除了板桥区 可能还有什么 刚刚讲的 什么 刚刚我们讲三重区 三重区假设有文化二路随便 然后例如说95项28弄 我随便打地址 然后例如说新北市还有什么 新店区 然后可能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他这边他只有打一个字 我就随便随便举个例子了 好 然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这边我再随便便几个好了 例如说那个腐中路 然后例如说这个 算了这里面不是有吗 三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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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那请问一下 假如我要去做那个地址的拆分 例如说这个我打 我想把所有的区调出来 我只要先把这个第一个地址 第一个地址里面 我要拆分的资料叫板桥区 有看到 然后怎么样去拆分 像这个我希望他出现就是三重区 这个出现新店区 这个出现板桥区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要这个新北市 新北市的话 他的做法就是用写韩式的方式 不过在下一个版本 这边就不用写韩式了 直接输入新北市 然后直接快速停入 就做完了 例如说在left这边 我要取出这一格的三个字 这样就取出新北市 我用的韩式叫做 从左边取的左 left等于left刮胡 a1是这一格 然后接下来三 三的意思就是我要取几个字 所以答案是三个字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快速点两下 这全部都是新北市 如果假设我们有别的地址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新北市后面我要取出这个板桥区呢 我会这样做 我会先取 左边先取出六个字 所以等于left刮胡 a1取六个字 这样是不是有把板桥区三重区这些都取出来 有哦 有这样子一个功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 这个是六个字嘛 能不能从右边取三个字 可以啊 所以我就在这边写 等于右边 就是right 取这个 三个字 这样我们就取完了 是不是就把这个板桥区取出来 三重区取出来了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有这个台北市行政区 这样子两个地方来去查找 查找什么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他去查找有地区号 得到的正确的可能性 相对是比较高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就是简单的 left跟right的韩式的交讲 就请你们动手去做一下 就这样子